對 可是像貓牠會到處跑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爸那種做工程的總是 會有一些殺貓或是工具 就是會有那種排線 對 所以爸爸的工具 那些都是貓 對 那爸爸就比較有點氣氛 那會找牠們理論 就是說那你們既然要養 你們要照顧 那當然是照顧好 但是問題他們就說 是牠自己跑來的 我們沒有養牠 牠自己來的 對 然後就是很多 比如像摩車停啊 或是 對 就是都會有一些很小摩擦 對 但是 眼睛起來那種心理就是 不是很不舒服 對 所以這個門對門就是容易會有口角 會不會發生 就是大 大事或小事 因為一般在門對門 比如說你的門的顏色不少 你像這個的話 會比較像鏡面 對 那鏡子的話 等於照著這個所謂的對面的門 那是有一點進照的感覺 那加上比本來的門對門 那其實這個影響就會比較大 不過我們委託 他倒是 應該是稍微有看樣 我們覺得 現在畫了一個紅布在上面 對 那一般在說 什麼 對 一般觀眾朋友通常 他遇到門對門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會放 這個所謂的發現檔 那可是有些人他覺得 嗯 我又不是特別性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要幫他講 紅布條也可以 好 甚至一般來 擺放棋林啊 這個些都能夠畫棋 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 一般我們通常門出來 那個樓梯都會做棋的 很少有樓梯跑套裡過來 對 你說這一塊 對 對對對 都跑出來 對耶 通常都行的都會有這種 對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門拉直線的時候 剛好掉在這邊動 嗯 什麼 他這樣會怎樣 一般來說通常門出去的地方 第一個他樓梯要做起 他不能夠 然後掉在那裡頭 要動眼 就像我走出去的時候 一踩 你很多腳都扭到 所以他會不會當我的門 如果切出來 遇到樓梯突出 或者是凹陷的時候 都容易踢到 或什麼 就代表說 我們家裡的人 可能會有人 在膝蓋以下的地方 容易受傷 或者是去一些狀況 所以你怎麼了 嗯 因為我本來就是騎車 騎車出路 嗯 然後蠻常摔車的 啊 你就是注意 你就是要注意啊 對啊 為什麼要騎那麼快呢 對啊 現在你不去撞冷 別人也來撞冷 啊 所以不是你騎太快 對啊 對啊 所以到時候我最嚴重 就是膝蓋以後味 哦 對 整個是突出的 被撞啊 對 什麼情況下 呃 那種是叫上半途中啊 就是我走直線 但是他只用回轉車啊 就是 太快 對 還是車子啊 對 就是摩托車撞摩托車 對 而且你直線 他沒有讓你 反而他還騎更快 然後累積到你 他當時說啊 我是那個屍腳 黑屍屍腳 然後就撞 然後就飛過去 然後 骨頭位 對 好可怕 然後也有想說去把它 就是把腳這麼開刀回來 但醫生跟我說 你這個可以開刀 但是你可能要等到兩個多月的 就是 不能動 要完全等到複合 嗯 但是有機會會通風 哦 這是你的風險在這裡 對 但是我就評估一下說 我既然要開刀 那 這樣會通風 那開刀也是通風 那 那你就不如開刀通風 就不如不要開 那慢慢好 是嗎 不會好 你不會好啊 又不會 不會好 然後就變成一個溫症 如果像人家像你半蹲 然後我們都會有問題 所以哪一些腳 右腳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們發現就是說 一這樣出來的時候 剛好都這邊的腳 剛好是對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 我覺得應該很痛 所以 這一步的人就是說 他的這個右腳 全部都要特別注意 對 那我們總是要把它解決吧 是啊 好 一般來說通常有時候 有一些人 他可能會用一些方式 比如說 舉例來說 有些 可能他樓梯 如果大家在整修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它切 尤其是像 類似室內機的時候 做的時候 千萬不要突出 也不要縮進去 其實我們曾經 有遇過 就是突出 它開刀開了好幾次 好 那大概基本上 這個部分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法 那你可能用突面劑 那把它稍微移過來一點 剛好在這個所謂的突出 或凹陷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稍微做一些 調整補救 那第三個方式來說 可能這個 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這個 所謂的旗牛 那因為旗林一般來說 在不斷是人硬直受 它會保護主人 比較不受一些影響的傷害 那這個部分會加分 而且最主要是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它會漏開 你不是想水往低處流嗎 出來的地方不是平的 而是往下平的地方 是 那請你要掛哪裡 請基本上 我就會建議放在室內 然後只要對著門口 就可以掛在室內 好 那這樣可以 解決了 那我們就往裡面看 可以聽喔 咦 這裡就還蠻新的感覺 你們有重新裝潢過是不是 因為結婚了 然後我們看它 一定要製作這方面的 室內設計的 沒有 做系統櫃 喔 對 做系統櫃 所以你們是裝了很多系統櫃 就很好啊 可以收到很多東西 環保又方便 對 對 不用木工悄悄打打的 對啊 是 這個地方感覺就還蠻溫馨的 對 就是跟樓下不同的風景 那因為它樓下也有開門 它樓上也有開門 那像這樣子內梯又 這樣還有外梯 對 它是不是一種回風啊 其實一般不算 它是在同一層樓 那我們就要回風 因為它不同層 不同層就沒關係 對 而且第二個是 你計算財位的方式也不一樣 因為一樓是從門正面進來 對 可是我們在二樓的時候 是從側面進來 所以你是算這一個門就對了 對 就不用管內地上來的這個空間 所以不用擔心 掉扇 對啊 這會造成風水上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不會要不感應外 是前衣室比較沒有安全感 因為它燈光有時候在 你看燈光在那個地方 它可能在閃的時候 你會始終覺得上面有個黑影在動 嗯 那這個其實前衣室以後 就會覺得好像旁邊 不是穩定的感覺 哇 是嗎 你這裡是二樓 對啊 其實你的落地窗出去沒有陽台啊 欸 那我遇到沒有 不是啊 那沒有陽台 好像是屋頂啊 因為這裡 我要再要講說 它的空氣已經很流通了 然後 不用再裝這個了 可是突然就 哎呦 這樣子我直接就 就要再被空中耶 這裡的設計是有點詭異 就感覺 嗯 在風水上有 圖物啊 好奇怪 首先第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兩株 是 那如果到風水上來說 既然它有兩株結構 是在這個 這麼短的空間 表示說 原本這個柱子以外 這一段 這裡是陽台 是陽台 那這個地方給它 後來可以打出去 所以 今天結果又多受力道 問題是門出去之後 我覺得它沒有特別的地方 是那個有點像人家原本 戴在那個陽台上的那一種鐵窗 對 它把它放倒下來 放倒下來的時候 這個高度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我如果這樣站的話 那個有點像 勾到我的腳上面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可能我在 不管塞股做什麼時候 不小心要勾到的話 這就有點像半腳石 讓你摔到 然後往下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形成已經形成一種 空水我們叫做半腳石 好 所以通常當你的外面 有些高度 大概在膝蓋 以下的這個高度的時候 大概都像半腳石 這樣 所以工作上面就會 比較不順 對對對 那除了工作上不順以外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斜斜的往上看的時候 其實那個 後面的房子整鋪緊 那是看頭上 對 小人看頭 那你想上面小人看頭 下面半腳石 哇 那在工作發展上面來說 蛤 那你要怎麼順利 那你如果要搶的話 就把你搶走 你之前做過什麼樣的工作 我之前自己想要開工作室 工作室 那種彩印刷的工作室 對 然後有找合夥人這樣 但是就是 有糾紛 所以一開始我們有講 就是說 那邊就是我們各負 各負責各的責任這樣子 對 然後但是後面就是有 從 對 然後也變 對 也是變柴火 對啊 那你有做過別的工作嗎 嗯 我後來有去應徵 因為我後來就當倉管 所以剛好 練身體也是要搬貨啊 所以這個就是 有同事有主管 那因為老師這樣講起來 感覺就是你好像 可能會有一些小人啊 或者一些 不順的狀況 你有遇到嗎 所以後來工作也不太好 是因為主管會比較偏坦 對啊 偏坦女性啦 因為我們是屬於 財中方面 所以資源會比較多啊 是 對 那我們倉管他是以男性為主 那不是只有他有問題 沒有嗎 爸爸好像就買房子 你出了一些問題 對 因為 就是 聽我們朋友就說 可以投資啊 那我們來投資買房 對 這次是買房 哈哈 好然後呢 就是從朋友開始 對 然後買了房 買了房 然後就說 OK那我們一起合夥 對 那但是後來 可是是 所以爸爸出去 但是 民主買得不錯吧 蛤 不是要一起投資買房嗎 對 那你爸爸投資了 錢拿出去了 可是房子的名字 不是寫爸爸的名字 對 哇塞 這其中是U&Go 其關倉你的內褲 哈哈 哈哈 放在村頭 對 村頭一貫 這太怪了吧 對 這太莫名其妙了喔 爸爸共同有在看啊 共同有 持有啊 兩個名字寫上去 都可以啊 爸爸都不了解 為了啊 為了啊 主委 主委的那種 安插一個位置這樣子 他就說 那要寫別人的名字 對 所以 所以 事後可以跟他那個 叫鬼啊 好 那反正就是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名字不是爸爸的 那後來呢 這房子賣掉 賺錢應該有分他吧 沒有 其實沒有不賺 因為是用租 租給別人這樣 對啊 在台中他租給別人住這樣 但是 租金 租也沒有拿租金喔 租金這樣 問題是現在房子出事 所以沒有人住 投資房產過不單行 想當包租公也當不成 叫叫叫叫叫 叫中帶一個土 土跟金金水相生 帶一個子 什麼意思 你本身沒有毛病 你的晚輩要小心 身體比較容易疾病產生 而且孝順父母 而且子女要小心 代表親緣的疾病要注意喔 反而不是你自己 家人長輩跟晚輩的疾病 要注意幫他做一個